有感于抗疫人员的辛劳 位在花莲市的大吉居酒屋 还有来自桃园市的 圆梦超跑小客车租赁公司 捐了150份的便当 还有一批口罩给花莲市清洁队 市长魏嘉贤特别颁发感谢状 他还表示花莲施工所 在防疫抗疫期间 接受到来自各方的激励打气 也期盼花莲乡亲可以致力于防疫措施 疫情赶快趋缓 市长魏嘉贤感谢 捐赠金智餐盒的大吉居酒屋 业者黄湘瑜 还有圆梦超跑小客车租赁公司的 执行长谢钟翰 也感谢世代会副主席李政委的引介 让企业的爱心可以送达情结队 特别谢谢我们政委副主席 那特别他的好朋友 圆梦超跑租赁公司 跟大吉居酒屋 这两位年轻的一个朋友跟公司 那在疫情期间 真的也是在工作上面一定会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他们愿意来协助 也帮助一些防疫人员 那特别今天捐赠150个便当 给我们清洁队队部的一个同仁 来做相关的一个鼓励 那我们在此非常感谢 那也真的疫情赶快过去 那也谢谢这么多有新的一个青年朋友们 那我们会努力的来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 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做好防护措施 让疫情赶快的来趋缓 疫情当中各行各业不景气 但善心业者还愿意出钱捐赠 让第一线防疫人员感到温馨 在疫情期间 那很多的相关的行业都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那尤其是青年创业这些创业家 那在地的青年愿意在这疫情艰苦的时候 能做出一个爱心的举动 来关注来协助我们这些抗疫的人员 那相当值得鼓励的一个地方 那也期盼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让更多在地的青年 能在这个时候能一起共渡难关 让我们一起越来越好 疫情期间的话 我们餐饮业其实受到的影响蛮大的 那我们这阵子也开始卖便当 其实就让一些比较好的价格 可以回馈给我们花莲的乡亲这样子 对然后刚好我们 我有朋友是在桃园的 他们就是平常就有说爱心 那这次就是说 捐赠200个便当给花莲的基层人员这样子 这两家企业共捐赠的150份的便当 还有一批口罩给花莲市清洁队 市长吴嘉贤感谢企业的关心 他也强调 花莲市公所会致力于抗疫任务 逼水不漏的做好防疫措施 希望大家能够共挺时间 落实防疫 让疫情趋缓 警戒可以早日解封 借实力前路易会 花莲市报道